你 爱你啦 你包月就是在这里 跳舞的吗 手部青梅竹马到十八 他却坐进了别人奔刺叉 临死前我才明白 我在他心里 永远是一个备胎 我们还是学生 这种事以后再说 我暂时不想谈恋爱 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 我只是比较慢热 你多给我点时间 江小凡 以后别来找我了 我怕学长误会 小凡你是个好人 但我知道个更好的 不能因为你对我好 我就将就了 你也希望我幸福吧 混蛋 我等了你这么久 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死了 小凡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 我一直都在 求你了别丢下我一个人 原来 我也是别人的一男品 怎么回事 我不是死了吗 回过神后 小凡发现眼前的一切 像急了自己当初的大学校园 当他看到手上熟悉的鲜花和礼物 尤其是赫卡商那句 你是我的掌上明珠 他终于确信他穿越了 而且回到了2009年 除幼雪生日这天 还有什么比死后来一口新鲜空气 更让人沉醉的 爷 我终于回来了 所有的遗憾都没有发生 一切重新开始 一切刚刚开始 我还是那个18岁的我 喂 小凡啊 小凡 你别瞎我 兄弟 还能见到你 真是太好了 记住 以后少抽点烟 不然你比我还走得早 你吃错腰了吧你 给 回宿舍睡个回龙教具 起这么一大早昆死了 下午还有磕呢 走走走 小凡 你现在有时间吗 没有 苏幼雪看着被挂断的手机 整个人都梦了 他居然敢挂我电话 幼雪 怎么样了 千小凡答应帮咱们宿舍 做小组作业了吗 那必须答应啊 咱们幼雪的话 在千小凡那儿就是圣旨 他还能扛旨不成 走死走死 幼雪只要舍 亮天不利他 他舔都他脸 弄个可提左眼酸什么 他好像没时间 听声音好像在睡觉 睡觉 这大中午都睡什么觉 睡觉哪有咱们宿舍的小组作业重要 你赶紧让他起来干活 你的话他一定会听 可是 他已经把电话挂了 苏又雪感觉有点委屈 小凡居然挂了他的电话 今天是他的生日 那你给江小凡发消息 他睡得迷迷糊糊 应该是没听出你声音 竟然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太可恶了 必须惩罚他 就罚他一个星期 不许给我带早饭好了 苏又雪这样想着 手指拨弄按键 小凡都发了条语音过去 你刚才没听出来是我吧 弄一下我们宿舍的小组作业 下午上课要用 然而男生宿舍里 江小凡手机开了误扰模式 正躺在床上 酣畅打睡 月薄西山 时间来到下午四点 计算机专业课教室 又雪 江小凡怎么还不来 不知道 可能再帮咱们弄课题作业吧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开什么玩笑 塔克斯请备苗子省 学霸种地战斗机 干一个二级野面地课题左眼 还不思情情怂怂 那就再等等 看着银链来的熟悉倩语 江小凡微微乐神 这还是他重生后第一次看见苏又雪 哪怕重生一次 江小凡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难得一见的美人佩 很符合无数男孩学生时期的女神形象 小凡你可算来了 我们宿舍的课题作业给我吧 课题作业 你们的作业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给你发信息了 你答应帮我们宿舍弄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你看 我开了误饶模式 刚看到 反正又雪跟你说了 我们宿舍的课题作业你就要负责 既然我看到 那就把你宿舍的给我们吧 反正你们是男生 贝老师薰一顿也没试 什么叫我们反正是男生 贝老师薰一顿也没试 你们宿舍的课题作业自己不弄 反而要抢我们的 这是什么奇葩逻辑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走进科学池早有医气开门 我不管 你今天要是不帮忙 我就我就 苏又雪吞吞吐吐半天 最后气得一顿 我就不让你坐在我旁边的位置 随便吧 小凡今天这么应急的吗 什么小凡叫凡哥 原地雄起 回去高低提一杯 又雪 现在怎么办 还有十分钟就要上课了 苏又雪低着头不说话 确实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实在没办法只能花钱了 一人也有我无时找上街学长买吧 哎 也只能这么办了 苏又雪有些恍然 老师在讲台上说什么 他根本听不进去 纠结半天 他偷偷拿出手机 给小凡发信息过去 你今天怎么了 不就是早上没接你的生日礼物吗 你能不能大度点 当时两个宿舍的人都等着我 我肯定要跟林墨一起走的 你再这样 我就真的要生气了 哦 随便吧 小凡 我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你就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和我好好说话吗 看到回信 江小凡选择无事 另一边 苏又雪等了半天 没等到江小凡的回信 他偷偷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江小凡若无其事递刷手机 竟然故意不回他 薇薇 你说小凡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他昨天不是还给你送早饭吗 你们中间发生什么事了 舅舅林墨今天去宿舍楼下接我的时候 正好撞见小凡了 当时你们都在等我 我就没多想 直接跟林墨走了 我明白了 他一定是想用这种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力 会哭得孩子有奶吃吗 那我该怎么办 前几次不也这样 你故意晾他几天就行 到时候他发现这招不管用 自然而然又踢上来了 苏又雪想了想 感觉徐薇说得更 我听你的 就晾上他几天 嗯 到时候他想要跟你和好 你可千万端着点 别轻易答应了 要不然这次他敢给你甩脸子 下次就敢上房接瓦 我知道的 江小凡 这次我必须要给你点教训 小凡 苏又雪好像真生气了 这真的没事吗 约起衣食爽 追起火葬场 别到时候哭得纸都没用 要不你赶紧去哄哄吧 女孩子们都喜欢巧识如黄的 你一个连女生手都没牵过的人 好意思 对小胖 让我把书带不去吧 你不回宿舍吗 嗯 我要去见个人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 那什么跟你组里 教会算得别 对你的感觉强烈 却又不太了解 就是这里 我们前世相识的地方 江小凡走进网吧 目光迫不及待地 看向记忆中的那个位置 果然 他看到了那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拉着他的手 求他不要死的保障武汉 王管给我开三十六号机子 重生归来的江小凡 已大彻大悟 看见眼前的宝藏女孩 他终于知道 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老娘一个大派五个 你们都也去采灵芝呢 这都能被打 你是不知火舞的弟弟 不知打火吧 说好一起打打乱打 我负责乱打 你们负责打打 听到这些 一旁的小凡苦笑着服饿 我的哑巴新娘 对位了 江小凡笑了笑 没急着跟陈婉宁打招 开完机器后 抛出了手机 发了一条朋友圈 初次见你好像一束 古老温暖的光 与此同时 女生宿舍 看到小凡的朋友圈 苏又雪嘴角 情不自禁地上扬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薇薇果然说得不错 这才晾了小凡多久 她就绷不住了 一条朋友圈就想和好 哪有这么容易 怎么又敢了 这些玩具的好烦啊 我去闪蹲 幽影鬼跳 甩鞠 蹲点穿箱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么高的箱子 你怎么跳上去的 我就跳不上去 想学啊 我教你啊 好啊好啊 等一下请你吃棒棒糖 看好了呀 这叫超级跳 按住W加S 然后跳蹲 就能跳上来 就这么简单 我来试试 陈婉宁小脸上浮现惊喜 就好像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一样 她尝试着蹦打几下 果然跳上了大木箱 然后她顺着木箱 就跳到集装箱上 一路绕到对面老家 端着一把小EK 没想到吧 我在这里 看我不秃秃秃你们 哎 那人打不死的 有外挂有外挂 陈婉宁小虎牙 咬得咯吱咯吱响 一副我与外挂 不同带天的模样 这个小阿货 敢请你跳大箱 就是为了冲到对面 脑巢EV吧 那是三秒的复活保护 无敌时间打不死的 难怪我一直秃秃不死 那你这个蹲闪反复横跳 这甩鞠背镜 一开一关是怎么拘死人的 一时间 陈婉宁化身 十万个为什么的好奇宝宝 追着江小凡问个不停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 小凡看着陈婉宁 水灵灵的大眼睛 眨牙眨 一丝不苟地盯着电脑屏幕 心跳不由得越来越快 要不加个好友 一起玩两把 好啊好啊 你游戏名叫什么 五美子匠 你名字后面 为什么加个匠字 不管什么词 加个匠字会 显得比较可爱真诚吧 那我也去改一个 剁成肉匠 第二天上午八点 和煦的陈光洒满大地 小凡神色为敏地 和陈婉宁回到学校 小凡感觉身体被掏空 反观陈婉宁 却像个没事人似的 这十年 跆拳道的身体素质 确实不一样 不行 从明天开始跑步锻炼 必须增强身体素质 小凡心中暗暗发誓 然而这时 苏又雪迎面走来 看到小凡身旁的陈婉宁 苏又雪一正 小凡怎么和她在一起 陈婉宁苏又雪认识的 之前校花大赛 要不是陈婉宁把人踢进医院 被学校紧急撤票 哪有她苏又雪当冠军的粉 看着小凡 两人越走越近 苏又雪注意到 陈婉宁长发微微散开 衣服也略显明乱 小凡更是顶着一双 重重的黑眼圈 神色为敏 一副被掏空的模样 一瞬间 苏又雪脑海中 闪过一个本来面 你们昨晚不会 苏又雪指了指她俩 惊讶地捂住小嘴 一看到苏又雪的反应 小凡就知道 她想歪了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就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就知道 就凭你 好家伙 你是生怕我没想歪 没误会是吧 小凡你到底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让开一下 我们还得去吃早饭呢 我现在说话没意思了是吧 苏又雪冲上来 拦在她和陈婉宁前面 你不许走 我没让你走 你就不许走 这一刻 苏又雪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了 她并不觉得自己 像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 被江小凡冷淡吼 发现自己其实喜欢对方 后悔不已 她只是感觉不甘心 你明明追了我那么久 凭什么说不追就不追了 苏又雪就这样拦着不让走 一时间 小凡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她不知道怎么办时 陈婉宁突然 你 你干什么打我 你挡着我们的路了 还有我提醒一句 她以后我照了 之后你少惹她 否则我还揍你 苏又雪渲然欲气 美目悲愤地盯着江小凡 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倒是说句话 实在是不好意思 江小凡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 晒到苏又雪手里 转头拉起成 匆匆把这个小虎妞 拉离案发现场 苏又雪看看小凡离去的背影 又看看手上的两张百元钞 眼睛忽然一红 泪水不中气的一出眼光 从小到大 她什么时候说过这种眼睛 以前父母惯着她 长辈宠福她 朋友喜欢她 小凡更是把她当成掌心 对她唯命是从 百里倒是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小祖宗 你刚才打她干什么 咱们一起加过好友 打过游戏 熬过夜 那就是拜了把子的 我当然要照着你 替你出头 前世这虎丫头第一次 奏苏又雪时 是不是也因为这个理由 宁姐威武 以后全靠宁姐照我了 哈哈 以后宁姐照你 作为报答 是不是该请宁姐吃顿饭了 那当然 宁姐食堂有请 又雪 你怎么哭了 薇薇 小凡她变了 她以前绝对不会这样对我的 陈婉宁敲我头 她都不帮我说话 就是故意气我 这也太过分了吧 不就是之前闹了点矛盾 她就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别人欺负你 不行 我今天必须替你出口气 徐薇拿出手机 对小凡 就是一顿活脆出出 一旁的苏又雪 越想越觉得委屈 想了下 她也掏出手机 爸 小凡她欺负我 江小凡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又雪不就是没有和你一起过生日吗 不就是拒绝了你的礼物吗 不就是和林墨走了吗 你就这样欺负她 还能不能有点男人的气量 你孩子量你一次两次有什么关系 她只是在考验你 你不会连这么一点考验都经不起吧 就算又雪有什么不对 但抛开事实不谈 你作为男生就没有一点错吗 考验 上辈子我就以为苏又雪是在考验我 一直苦苦坚持那么久 可结果呢 青梅竹马十八年 不计天降十八天 祖师爷说得好 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明确的接受 就是拒绝 想到这里 小凡给徐薇回复一的终极必杀 另一边 原本斗志昂扬的徐薇 看到小凡发来的一个问号 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 屏幕前 徐薇第一次有种破防的感觉 一个简简单单的问号 什么都没说 却又仿佛什么都说了 小凡他什么意思吗 看到徐薇如此生气 苏又雪凑了过来 看完信息后 彻底绷不住了 薇薇 你说小凡是不是真不在乎我了 徐薇努力平复下心情 低头沉思片刻 忽然恍然一笑 又雪你放心 我觉得小凡肯定是装的 装的 你仔细想想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他先是故意不和你消息 然后不帮你做课题作业 最后还和别的女生出现在你面前 你们请自问 自己这两天的情绪 是不是一直被他左右 是不是比平时更注意他了 听到徐薇的问题 苏又雪也不哭了 拖着下巴认真复盘起来 他这才发现 因为这些事情 自己好像真比以往 更加注意小凡了 我这两天确实更关注他了 昨天我还看了他的企鹅空间 你看吧 我说的没错吧 一定是林默的出现 让小凡感觉到压力 觉得以前追你的方式不管用 所以现在换策略了 而且你文型自问 你是更喜欢之前那个沉闷 但对你掏心掏肺的小凡 还是更喜欢现在这个 听到这话 苏又雪身上那股傲娇劲 顿时又上来了 谁要喜欢他 话虽如此 但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相比于以前那个默默 无闻一味付出的小凡 他确实对现在的小凡 兴趣更大点 而且我听你说过 小凡好像打游戏挺厉害的 嗯 市面上的电脑游戏 他一玩就通 去年为了给我买新年礼物 他还接过带恋呢 那就对了 陈婉宁正好是个游戏迷 小凡应该是在游戏里 和陈婉宁认识的 然后找他帮忙演了这么一出戏 嗯 一定是这样的 苏又雪垂目沉思一会儿 好看的鹅蛋脸上终于露出恍然之色 微微幸亏有你 我就说小凡和陈婉宁并不认识 怎么会在一块 原来是打游戏的缘故 嘻嘻 以后叫我名侦探微微安 苏又雪开心地挽住徐薇的胳膊 瞬间把之前的不愉快 抛到 另一边 小凡刚回到宿舍 手机就响起来了 臭小子 你还晓得接我电话 爸你这话说的 好像你儿子干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 先别嬉皮笑脸 你小子是不是欺负又雪了 他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这小妮子 玩不起就叫家长 小凡家和苏又雪家 是十几年的老邻居 江定波和苏又雪父亲苏国伟 又是同事 两家关系一直不错 我哪敢欺负他 从小到大不一致 都是他欺负我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老苏将又雪都哭了 要不回头你给他道道歉 女孩子们哄哄就好了 凭什么我道歉 我又不是草原上那只棕死的羊 这草原上的羊又是什么意思 这小子今天语气怪怪的 平时一直把苏又雪当个宝 连带着我都要对苏家好生好气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爸 我已经不想娶苏又雪了 你小子认真的吗 比纯真酸奶还真 小凡当即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全部重述一遍 苏国伟可没说过 还有这事 感情是恶人先告状了 就他老苏家的女儿金贵 我儿子活该当个大冤种 公司里明明是我大苏国为一己 他反而天天在我面前白骨子 说到底不就是仗着 你想娶他老苏家的姑娘吗 现在不娶也好 免得回头结了婚 人家又要喊着追求真爱 追求天命真子 到时候受伤的还是你 听到老江户犊子的话 小凡心中溢暖 老江同志 你这话没点故事说不出来啊 老婆 别听这小子瞎说 我对你那是一心一意 一见钟情 一往情深 老江 这个事情咱们晚上好好聊聊 小凡 既然你决定了 爸妈肯定支持你 再说了你还这么年轻 凭我儿子的能力 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 电话这头 小凡听着老妈的安慰 心里暖洋洋的 可接下来的一些家常话 让小凡瞳一缩 零零碎碎的小事 让小凡想起了前世的重大变故 堂哥结婚 表妹转学艺术 就是在这之后不久 母亲的女装店 就会倒闭关门 父亲也会被公司裁员 这一切的缘由 都是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而此时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 臭小子 你还在听吗 嗯 我在听呢 小凡 你这个月的生活费还够吗 嗯 够的 那就好 这两天你爸贪玩多输了两把 下个月的生活费 可能要晚两天给你 没事吗 不交女朋友 钱够花 哈哈 倒也是这么个礼 那我先挂了 等下还要去店里面看看 挂断电话 小凡 鼻尖一酸 什么贪玩 家中明明已经快接不开锅了 不行 我不能让悲剧重演 搞钱 必须搞钱 在三个月内 搞到足够多的钱 帮父母度过明年那道看 可是我应该靠什么赚钱呢 小凡心里念叨着 突然灵光一闪 对了现在是出品手机的时代 水果三才出来 当年那款王炸游戏 愤怒的小鸡 可是嘎疯了 开发商原本只是一个四个人的小团队 却凭借这一款游戏 直接干到上市 后来又是出周边 手办 大电影 就他了有了前世参考 应该一个月可以开发出来 成本估计也就十来万 这时候 小凡摸了摸口袋 别说十万了 他现在浑身上下加起来 连三百块都没有 算了 我还是先补交吧 对了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宁洁 睡醒了吗 还冒在被窝里呢 怎么了 那什么 我能给你借点钱吗 够不够 我可能借的有一点多 借多少 十万左右吧 可是 我爸爸把我银行卡冻结了 每个月只给五千现金的生活费 只有这么多了 听到这话 小凡忽然想起来 虽说陈婉宁家境很富裕 但和家里的关系有点紧张 好的 生活费不够 但我可以卖房子借你啊 卖房子 听到这话 小凡一正 陈婉宁口中的房子 是当初他父母离婚 母亲出国前 送给陈婉宁的嫁妆 是真正独属于他的财产 和现在那个家无关 这套房子 对陈婉宁来说 意义非凡 这个小哈包 我们才认识一天 你不怕我是个坏人吗 您姐为伍 可是卖房周期太长了 平均起步三个月 我等不起啊 那怎么办 要不这样吧 咱们明天早上 去找一家正贵的公司 用房子 抵押贷十万块出来 这样房子不用卖 也解决了我的急事 好听你的 那咱们明天见 陈小姐 这是您房屋 抵押贷款的合同 贷十万元整 为期三个月 您化百分之八点一 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陈婉宁看向小凡 见小凡轻轻点头 他也跟着点头 嗯 没问题 签好合同后 两人走在大街上 小凡忍不住问道 我们才认识一天 你这么容易就把钱借给我 不怕我是个坏人吗 就你这样的坏人 我一拳可以抡十个 那你是坏人吗 当然不是 那不就得了 不过你要是真的骗我 我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 也要抡翻你 果然 霸王花还是那朵霸王花 看到小凡的反应 陈婉宁低着头的脸上 嘴角微不可查的轻轻上扬 陈婉宁之所以会这样 和他的家庭 有着莫大的关系 父母离异后 父亲陈三金 又重新组建了家庭 那个家 富丽堂皇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却唯独他像是多余的 从小到大 这种变相的寄人 篱下的生活 让他更容易感觉到 别人的善意 网吧的第一次见面 他就感受到了 眼前这个男孩 对他的善意 热烈且真诚 要不然 他早就一个鞭腿 把人踢飞了 哈哈 咱们去网室随风网吧 什么 你们要包月 嗯 老板你算一下 私人机的包间 一个月大概多少钱 四人包是21小时 一天24小时 就是480 一个月就是14400 摸个零头 你给14400就行 你当我冤大头呢 一台机器 不可能24小时 都上机吧 你按481天 也太黑了 那你觉得多少合适 就7000吧 不能再多了 过去 你这砍得也太狠了 散机上座域最高 双人包起次 四人包最低 7000块很合理了 再加点吧 这家电费都不够 就这么多 你要是觉得少 那我去别家问问 慢着 7500这家你要是 还觉得不行 你就去别家吧 行 成交 很快 老板把两人 引到楼上的四人包间 主妇一番 便开心地离开了 小凡 我想要这个位置 打游戏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你好歹 你是咱们的金主爸爸 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呀 没事 三台电脑也勉强够用 实在不行 我让庞博把他的老实笔记本搬来吧 老庞 速来往事随风网吧 包间520 把你笔记本借我用一下 回头爸爸 给你买一台全新的 真的假的 马上给你送过去 哦 对了 再帮我买把锁过来 好的 太好了 那以后这就是我的专属机位了 怎么了 你没事吧 刚刚起来太忙 脚扭到了 小凡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去 只见脚踝处的丝袜已经磨破 脚踝红红的 其实我也懂点中医腿拿 要不帮你安安 陈婉宁纠结了会儿 小脑袋轻轻点了下 小凡轻轻地给陈婉宁揉着脚踝 不大一会儿 一直低着头的陈婉宁 没头没脑地开口说道 小凡 你说男生为什么都喜欢看女生的腿 尤其是穿丝袜的时候 哪有的事 我就一点都不喜欢看 事实上 陆毅十四发明丝袜时 就是为男人准备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丝袜并不具备异性吸引力 而且作为新时代青年 我们要有觉悟 国家尚未富强 民族尚未富新 岂能不思进取 既然这样 你能不能把手从我腿上拿开 怪养的 那个丝袜太划了 手一不小心就划了上去 儿子 你由我来 了 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吗 对不起 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庞博 这是我的金主爸爸 不 是金主姐姐陈万宁 嗨 你好 对了 小凡你火急火聊的 让我把电脑带过来干嘛 小凡想了想 把自己要做触屏游戏的想法 跟庞博说了一遍 当然 中间模糊了一些 设计重生的细节 那我的电脑你尽管拿去糟吧 糟坏了算我的 你不觉得这是有点扯吗 我一个刚大意的心声 忽然要自己搞出平手游 这是怎么想怎么不靠谱 不觉得啊 你从小脑子就比我好时 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道理 这是庞博看了眼一旁 亭亭玉丽的陈万宁 悄悄的对小凡说 凡哥 你这精度可以的啊 已经伤手了毒 之前那个苏悠雪 我就很不喜欢 一副恨你的样子 不过这个嫂子看着还不错 才接触多久啊 你的变化肉眼可见 都说娶个好女孩望三代 之前我不信 现在我心了 回头我也要找一个好姑娘 怎么 有目标了 算是吧 也是咱们精灵大学的 音乐系 叫黄卉卉 我们之前笑脸衣人似的 听到这话 小凡差点一口老血吞出来 该来的还是来了 庞博后来要娶的女人 就是这个黄卉卉 也是送了她一顶青青草原 婚后 她自己在家躺平 一分不正 却整天嫌弃庞博工资低 工作差 嘴里永远有个完美的 别人家的老公 日复一日的冷暴力是普通啊 最终把庞博逼成肺癌满期 迎年早逝 冷静点老庞 追女孩子 一定要深入深入再深入 不能这么草率 都早着呢 靶子还没一撇 我俩上周才刚加的企鹅 不行 我得帮老庞脱离苦海 避免上一时的结局 对了现在场地也有了 老庞 陪我去一趟新街口 游戏美工得找个外包 否则我们短时间内干不完 精灵大学门口 一名男子手捧鲜花 靠在车旁 忽然男子眼睛一亮 男子远远地朝女孩举起手 小雪 这呢 这时 小凡两人正好从对面的网吧走过来 看到迎面走来的小凡 苏又雪神色微变 一旁的男子转头看去 一时间 两人四目相对 小凡瞬间认出了对方 正是楚又雪的天降临墨 小雪 这是我给你买的玫瑰 这数是九十九朵 还有一数九百九十九朵商家 晚上会送到你们宿舍 苏又雪犹豫了下 看了看小凡 又看了看保持地花姿势的林墨 还是选择当着小凡的面 接过玫瑰 谢谢 林墨嘴角微微上扬 仿佛打赢了一场胜仗 接着转身看向小凡 你就是小凡吧 之前经常听小雪提起你 上次在女生宿舍楼下我们见过 可惜当时都没来得及说几句话 你好 小凡不嫌不淡地回了句 小凡 你们怎么在这 我和老庞要去躺新街口 那可太巧了 正好我们也要去新街口 要不开我刚提的A6烧你们一程 不用 我们自己会打车 看到庞博的反应 林墨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然而这时 小凡忽然拍了拍庞博的肩膀 老庞 这么冷淡干什么 人家好心烧咱们一程 送上门的免费司机干嘛不用 谢谢啊师傅 不好意思啊林墨 太麻烦你了 听到苏又雪这么说 林墨只好硬着头 急速行驶的车内 气氛安静的诡异 林墨始终对小凡 刚才那句免费的司机耿耿于怀 板着脸不想说话 专心开车 可转念一想 这样更想司机了 于是更加郁闷 就在这时 安静的车厢内忽然响起嘀嘀两声 是小凡的手机响了 他打开一看 竟是苏又雪发来的消息 我和林墨只是去看 哈利波特与青蛙王子 你知道我是个哈迷 我们看完就回去 你不要误会了 看到小凡的消息 苏又雪心中没来由的 生出一股无名之火 还有一点点的委屈 他指尖飞快地打字道 都好几天了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都跟别人看电影去了 你怎么还跟个没事人似的 如果是以前的你 早就打翻粗坛子了 你回去话 你敢说真的不在乎我吗 我去 真当我是个司机啊 当着我的面这也太肆无忌惮了 消息发出去后 等了半天 也没有等到小凡的回信 副驾驶坐上的苏又雪回头看去 却看到 小凡不知道在和谁聊天 脸上挂着淡淡宠溺的笑意 这好像老父亲看女儿 曾经 这种笑容 是专属于我的 苏又雪心中烧起一团渡火 不由怀疑起徐薇之前的推测 小凡 她真的是装的吗 苏又雪越想越不对劲 心中的恐惧也越来越大 想着想着 苏又雪忽然眼眶一红 眼泪巴达巴达掉下来 小雪你怎么了 你对小雪说什么了 为什么要这样伤害她 你想当伪租过吧 这关我什么事 你特么骂谁呢 车内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苏又雪忽然抽气着说 林默不关小凡的事 林默脸皮一阵火辣辣的烫 她本来想在苏又雪面前表现一番 顺便把小凡当成出气筒 狠狠发泄一下 刚才心中的运气 结果苏又雪一句话 直接让她里外不是人 行 反正一个学校的 以后慢慢玩 但现在立刻给我下车 杀热就杀热 我还不适合做呢 经过这样的一个小插曲 苏又雪没有了看电影的心情 便让林默把她送回了女生宿舍 又雪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和林默一起去看电影去了吗 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哭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林默欺负你了 薇薇 小凡好像真的不在乎我了 怎么可能 之前不是帮你分析过了吗 她都是装的 不 小凡是真的不在乎我了 今天我看到她跟别人聊天时的状态 和以前跟我聊天时一模一样 她真的变心了 你确定 嗯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哪有人追到一半忽然不追了 然后跑去追别人的 这简直就是脚踩两条船 呸 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 徐薇不停地吐槽 苏又雪越听越觉得委屈 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姑娘 很懂得替别人着想 就像她明明没有那么喜欢小凡 但怕她伤心 所以从来不会拒绝她 还会鼓励她继续追 同样的 她喜欢林默的外貌 但不喜欢她张扬的性格 她有时会想 如果让林默和小凡结合一下就完美了 又雪我跟说哦 小凡这种男的其实最可怕了 他相无条件地对你各种好 让你习惯他的存在后 又忽然玩消失 从此让你对他念念不忘 薇薇 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已经没有主意了 当然是远离渣男啊 你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吗 你是说林默 对 我就觉得林默比小凡好一万倍 要钱有钱 要貌有貌 既然他不在乎你了 那不是好吗 以后再也没人对你死缠缠打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你习惯了小凡的存在 现在只是损失厌务而已 咱们女生一定要豁达一点 你仔细想想 咱们国家男生比女生多三千万 他不舔你 还有三千多万男生等着舔你呢 什么舔不舔的 话操理不操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 该干嘛干嘛 何况你这么漂亮 追你的人一抓一大把 比他江小凡优秀的男生 不知道有多少 说句不好听的 要是最后实在找不到喜欢的 大不了找个有钱的将军一下呗 生活账让多姿多彩 不 面包我可以自己挣 他只要给我满天烟花就行 有志气 所以你看 小凡不理你了 这明明是天大的好事 以后再也没有人纠缠你了 你想怎么谈就怎么谈 经过徐薇的一点波 苏又雪忽然有种 醍醐灌点的感觉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满天烟花 可比面包贵多了 夕阳西下 雨霞满天 一辆拖车 停在往事 随风网吧门口 我就说那经理看起来贼美书演 不是什么好东西 几张游戏原话报价那么高 他怎么不去抢啊 他不就在抢吗 我去 还真是 算了 也没多花多少 走吧 咱们赶紧进去吧 明天开始包干 小凡两人回到网吧包间 看到砸碎的键盘 捏爆的鼠标一脸猛逼 这是你 你干的 陈婉宁低着头 不说话 依附我现在很生气 你快来哄我的模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谁惹了你 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好好的在玩火线 队友骂我菜 我不服 他就拉我进房单条 然后 然后鼠标和键盘就自毁了 不愧是凶残小土豆 这小小的拳头 拿来那么大的力气 鼠标键盘都给捏碎了 哪个不长眼的 看卫府帮你找回场子 就这 你对祖安钢琴家的实力 一无所知 一旁的磅礴 看得目瞪口呆 陈婉宁激动的小脸红扑扑 眸子里满是惊喜 小凡 我不想学打游戏了 你教我骂人吧 你还要我教 时间匆匆 接下来的日子 愤怒的小鸡开发进步 也一点点地完成 小凡每天在宿舍 教室 网吧三点之间穿梭 苏又雪这些天 又恢复成了以往的 亲吻文艺女神 小凡也懒得理会 这辈子 她只想守着自家地理的小土豆 可小凡的空间懒刻记录中 却频频看到苏又雪的名字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小土豆和磅礴 每天就是一遍遍地测游戏 每个关卡要玩上百遍 玩的小土豆都快变成小薯片了 小凡则会根据他俩的反馈 一条条修改代码 优化游戏体验 提升游戏流畅度 经三人小队的努力 转眼来到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 愤怒的小鸡正是把他线了 男生宿舍里 小凡看着愤怒的小鸡 在游戏平台的下载量 又看了看时间 不由沉思起来 这时宿舍的房门 被枝压一声推开 小凡转头发现 世事有徐洛 老徐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要去兼职吗 狗子的工头跑了 别说兼职 我这两天的工钱都还没劫呢 说完 徐洛脸上浮现肉疼之色 这时小凡忽然灵光一反 来到徐洛跟前 老徐 我这里刚好有一份兼职 你要不要试试看 嗯 什么兼职 我和朋友一起搞了个出品游戏 正好需要提升下载量 什么 你搞了个手游 我去 难怪这段时间你一直神出鬼没的 原来偷偷背着我们干大事去了 说正题 你这拉薪什么价 单价十块 也就是说你每拉到一个玩家 就能赚十块钱 一个就有十块 那我一天找十个 岂不就是一百块 精灵大学每年招生四千人左右 那全校就是一万六 再加上教职工 那直接就混着小两万去了 发了发了 凡哥 达到什么标准才是有效的呢 新用户下载游戏并完成手机号注册就算有效 那你怎么区分哪些用户是我拉来的 哪些是别人拉来的 哪些又是自然流量呢 这个简单 我会给你们每人发一个注册邀请码 若是你拉来的玩家 注册时你让他填你的邀请码 若是没填邀请码的 就是自然流量 听完小凡的话 徐洛心中更加惊讶 这个时代的推广 还没怎么流行 所以小凡 习以为常的邀请码 在徐洛看来 却是异常心灵 凡哥 你好像 真的变了好多 女生宿舍的那个小道消息 恐怕是真的吧 什么小道消息 之前听聂小宇他们说 你把苏又雪气哭了 我当时还以为是开玩笑 不过看你现在的状态 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那时就不提了 你来看看这款游戏 为了让徐洛更清楚拉新流程 小凡特意拿自己手机示范一遍 然后又让徐洛试完了下 两局游戏结束后 徐洛看小凡的眼神 已经彻底变了 这这特么是你搞出来的游戏 我去 这事又不能处了 这也太打击人了吧 别别别 老大 别在意这些细节 搞钱要紧啊 对对对 搞钱要紧啊 对了 你要是有兼职群的朋友 可以一起叫过来 读多一扇 这个简单 你等着 我出去一趟 随后小凡打通了陈婉宁的电话 准备再拿房本二压 再带二十万出来 就让这二十万点燃 这第一把火吧 资金到位后 徐洛很快给小凡 拉起了一只六十人的小队 随着拉新小队的有序进行 愤怒的小几下载量 急剧攀升 短短三天 就突破了万人大关 凭借小凡点的第一把火 愤怒的小几下载量 和日活跃数量 向核心数据迅速达标 终于在游戏上架的第五天 顺利登上游戏平台的官方推荐位 在高达90%的流存转化率 愤怒的小几 直接原地起飞 然而 有人欢喜有人愁 就在小凡庆祝游戏起飞时 苏又雪心里 却如同小猫抓心般刺脑 真就挺吃惊的 没想到小凡不声不响 就搞出了一款小游戏 对呀 我玩了两局 还挺有意思的 比那什么汤姆猫有趣多了 没想到咱们班竟然 还藏着一尊大神 什么大神啊 不就是弄了个破游戏 又那么舍得这么夸张吗 一点都不夸张好吧 这几天班级群群炸了 才开学两个月 我们还在学基础语言 小凡已经自己编程了 对了 又雪 她之前是不是学过计算机 可能吧 我也不太清楚 那就是学过 这样才说得通吗 不过想想也对 高考分数能上清北的人 离谱一点也正常 你们知道吗 我一个在校学生会的老乡说院里 可能会给小凡报创业补贴 三万块呢 三万块算什么 我听那室友学洛说 小凡光砸钱提升下 怎样就砸了下二十万 整抵价抵 二十万 不思设小凡假庭一般吗 这个谁知道 没准人家低调呢 不是所有富二代都像林默那样喜欢高调 听到这儿 苏又学忍不住爆发了 小凡家就是普通家庭 我们十几年邻居 我会不知道吗 看到苏又学的反应 几个室友默契的找了个别的话题 继续八卦起来 然而苏又学却有种分手后 前任忽然变好的湿肉感 威威 你说 我是不是真的选错了 想什么呢 亲爱的 不过就是个小游戏罢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我心里堵得慌 看开点 你刚刚没听到吗 小凡砸进去小二十万才有这种热度 说到底不过是砸钱而已 我有二十万 砸下去也能让整个精灵大学都讨论我 可是 有什么可是的 他在学校里动机闹得再大又怎样 除了校门正儿傻也不是 你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苏又学认真想了想 发现徐薇说的有一点道理 可是 威威我这心里还是难受 有什么难受的 傻姑娘 你仔细想想 砸钱算什么本事 赚钱才叫本事 说到底不过是临时起义的大学生创业罢了 就像林默之前 不是也盘下一个奶茶店吗 都是玩玩而已 你真以为他能指着这个发财 徐薇说的不停 可苏又学一点也听不进去 心中仿佛扎了一根刺 与此同时 林家别墅内夜已健身 林天的书房依然灯火通明 作为林氏瓷器的掌门人 林天从尼瓦宫开始白手起家 一步步做到身价过亿 成为金林氏瓷器界 小有名气的富豪 可08年经济危机以来 实体业一天比一天难做 瓷器行业更是引来寒冬 林天穷德思辩 这几天一直在思考转型的问题 爸 这是妈给你熬的莲子茶 能去新火助眠的 我这新火可不是一碗莲子茶能带下去的 算了 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爸 你有事情也跟我讲讲吧 大哥能听 我为什么不能听 林天苦笑一声 随即好像想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林墨 你这么一说 爸还真有一件事要问问你 爸是老不懂了 跟不上时代了 小墨 你们年轻人现在用手机都干些什么 林天这两天一直在考虑转型的是 他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 意识到智能手机或许是下一个风口 所以才有此疑问 主要是在线聊天 探新闻 探小说 逛贴吧 网上购物 玩手机游戏之类的 林天一听 迅速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最终 林天把目光锁定在手机游戏上 小墨 你们年轻人现在都在手机上玩什么游戏 有没有那种刚火不久 但口碑好 潜力大 最好是小工作室开发 容易收购或投资的那种 听到这话 林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最近两天忽然在精灵大学窜伙 愤怒的小机那款游戏 他下载玩过 实话实说 确实比之前市面上的手机游戏有趣多 可偏偏这款游戏是小凡搞出来的 一想到那天车上小凡的样子 林墨就忍不住厌烦 最近汤姆猫和吹裙子倒是挺火的 听说研发团队都是小工作室 估计十分愿意接受投资或收购 汤姆猫和吹裙子是吧 回头我让王秘书去联系联系 林墨此时还不知道 就因为他的一念之差 活生生让林家错过了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与此同时 飞上天的小鸡终于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雷辉 什么 居然是大米的创始人雷辉 一日在曹宇的邀请下 小凡两人来到了约定地点 婉宁 待会咱进去了 你点头微笑 多听少说就好 剩下的交给我 哼哼 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因为你是我方老大呀 你看那些警匪电影中 盘盘时哪有让老大一直说话的 哈哈 有道理 那小凡小弟咱们进去吧 很快 两人来到包间 看到来人 两位中年人立刻站了起来 江先生吧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我是魅力手机营销部经理曹宇 你好 我是雷辉 我们之前通过电话的 你好 我叫江小凡 这位是我老板陈婉宁 服务员开始上菜吧 小江啊 吃的也差不多了 咱们言归正传 我的来意你已经知道 你能来赴约 说明也有意 出售这款游戏 只是价格方面你是怎么考虑的 不知道 贵公司给出的价格是 哈哈 你也知道 我们魅力是新公司 今年年初刚成立 这还不满一年呢 所以价格方面 我们最多能给到230万 听到这话 小凡不由一笑 魅力虽然是新公司不假 但背后有红杉 阿里 吉利等 资本巨额的影子 光注册资金 就有两个亿 曹经理 230万和打发浇花子 有什么区别 我来之前也做过功课 你给个诚意价吧 好好 年轻人 230万还嫌少 根据我们财科部的同事估算 你这游戏 从开源到宣发花费 不超过40万 将近600%的回报率 已经很可以了 曹经理 你是做营销的 应该明白东西的价值 不是成本决定的 而是市场决定的 一个LV包成本 仅仅几百块钱 却能卖到好几万 小兄弟 你年轻轻 知道的还不少 这样吧 我也给个试价280万 能做市场的人 果然没有一个 是省油的灯 曹经理 据我所知 目前我国智能手机市场 前有华为 联想 中兴等 传统手机品牌转型 后游躲位 OPPO VL等新兴势力崛起 还有小苹果 四星等国外品牌 抢占市场 魅力想要分到一块蛋糕 就必须另辟蹊径 我想魅力选择的这个蹊径 应该就和屏幕有关吧 比如取消Home键 实现全面屏 或者让屏幕分辨率 更高点 更灵敏之类的 听到这些 曹语瞳孔微缩 看向小凡的眼神 忽然正中了几分 魅力正准备主打一款 高灵敏 高分辨 高色彩的 全面屏手机 因此 如何最大程度上 凸显屏幕优势 让全面屏 成为魅力手机的 最大卖点 就成了重中之重 经过营销部 重重筛选与对比 最近刚刚登上 下载周榜的 愤怒的小机 简直就是为了 全面屏手机 而量身打造的 于是才有了这场谈判 这些都是魅力内部的 绝密消息 这个年轻人 怎么知道的 行吧 350万 这是我全线内能 给到的最高价 再高 就要向上面申请了 把三和五的位置换一下 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什么 530万 小兄弟 你这胃口太大了吧 你就不怕撑住吗 我的胃口并不大 这个价格 我还觉得卖便宜了呢 不可能 这个价格绝对不可能 曹经理 你先别急 这个价格你先报上去 如果贵公司 能同意的话 除了这款游戏 我再免费送给贵公司一套方案 保证能凸显 全面屏手机的巨大优势 什么方案 主题壁纸 壁纸 对 想要最大程度上 凸显全面屏手机的优势 壁纸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而我说的 可不是一般手机里 自带的那种壁纸 而是建立一个壁纸库 里面有各种静态壁纸 动态壁纸 还能自定义壁纸 另外还有锁平壁纸 桌面壁纸 通话壁纸等个性化设计 听完小凡的这些话 曹宇呆愣在原地 越是作为手机行业的从业人员 他越知道 这个想法有多惊艳 好 我会把你的话 原原本本包上去的 嗯 那我就今后加音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雷辉 也想明白了 刚刚小凡的话 突然开口说道 小兄弟 你对智能手机行业的理解 倒是挺深的 一般般吧 小兄弟过千了 如果连主题壁纸的设想 都只算一般 那国内就没几个人 敢说理解透了 小兄弟 你对目前国内 智能手机市场怎么看 太贵了 没错 太贵了 现在市场上 普通一部智能手机 至少三千起步 四五千属于正常 贵一点的六七千都有 雷辉手指捏着下巴 深以为然的点头 这个时间点的雷辉 似乎还没想好 大米的品牌定位 甚至连大米这个名字 都没确定 如果我旁敲侧机的引导 那我岂不是间接 成了雷辉的商业教辅 哎呀 如果能有一款价格便宜 性价比高的手机就好了 你想啊 沃里马超市让李渔明 每一件商品 只赚百分之五的利润 结果 却做成了全球第一大超市品牌 是指三千多亿 如果手机界也能有一款 手机只赚百分之五的利润 追求极致性价比 主打年轻化 让年轻人都买得起智能手机 要我说那绝对会火 小兄弟 真的太感谢你了 实不相瞒 其实我一直也想做个手机品牌 今天听了你的话 尤其是我李马超市的 商业模式启发我 现在已经有想法了 这回在我雷辉欠你一个大人情 另外 我觉得只赚百分之五的利润 和极致性价比 这两个品牌定位很好 你看能不能帮忙 想想贴合这个定位的公司名字 等等哈我想想 别人做生意都追求暴力 渴望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殊不知肉吃多了容易三高 酒喝多了容易伤干 还不如清晨的一碗米粥养胃 不如就叫大米吧 大米清晨的一碗米粥说得好 那我的公司以后就叫大米吧 小兄弟 这是我逛夫子庙时买的瓷器 算是一点小心意 回头等公司成立了 我很希望你能加入大米 小凡子细看了一眼雷辉手中的瓷器 当他看到礼盒上高纯瓷器 这个四个大字时 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高纯瓷器 靠 我居然忘了这09年的第一妖股等等 这个时间点 高纯瓷器企业重组的消息 还没曝光 大资本也没进场 股价还是正常的 那就让这第一桶金再爆炸一下吧 一日 一夜无眠的曹宇 从精灵飞回月省 一回到公司 他就迫不及待地 冲向老大的办公室 老大 老大 老曹回来了 愤怒的小鸡收购案怎么样了 大事情 怎么了 精灵那边的游戏 收购完成了 还没 对面报价有点高 我做不了种 什么 350万都没拿下 对方要价多少 530万 现在的年轻人 太年轻气盛了 真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 你给我回复他 最高400万 爱要不要 谈不拢拉倒 可是老大 对方说 如果公司能同意他的报价 他愿意再送公司一个王诈 什么王诈 当即 曹宇把小凡 关于主题壁纸的设想 娓娓道来 言语间 不乏对小凡的赞赏之情 听了这些 慌张沉默不语 认真思索起来 为了凸显全面屏手机卖点 我和手下员工日夜苦思冥想 这么多人的创意 竟然都抵不上一个学生的主题壁纸 这才哪到哪 如果我再告诉你 他还向雷辉提出了 只赚5% 极致性价比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而且我感觉他的话没说完 除了动态 静态 桌面 通话 锁屏等壁纸设计外 应该还有其他东西 这些估计是 我们花钱才能听的了 算了 就当是花了两份钱 一份买游戏 一份买方案吧 老大英明 我这就通知他 小凡兄弟 事情成了 尽快来一趟月省签合同吧 记得把愤怒的小鸡的原码 和主题壁纸的方案带来 好的 我这就去准备 两天后 小凡收到530万道账通知 第一时间带着陈婉宁 去了荣带公司 一次性结清了之前的30万贷款 赎回了小土豆的房本 随即 小凡牵着小土豆 来到了购物大楼 怎么样 这件好看吗 好看 有多好看 需要省略一万字剧情的那种好看 那这件呢 也好看 也好看有多好看 需要省略八千字剧情的那种 懂了 要之前那件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小凡身上就挂满了大包小包 小土豆越光越兴奋 自从家里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他已经很久没有愉快的购物了 很快 两人路过华伦天奴的店铺 衣服在谁家买都行 但高跟鞋必须在华伦天奴买 就这么说吧 华伦天奴或许不懂女人 但一定懂男人 店长 35码的华伦天奴 卯丁红底高跟鞋 来十双 销售员 巴黎世家的丝袜 给我来一打 字母的 鱼网的 黑丝的 白丝的 肉丝的 水晶丝的 一样一打 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丝袜 黑丝不黑丝的无所谓 字母啊什么的也不重要 鱼网之类的 我更不放在心上 主要是天凉了 怕你冻着 真的吗 比真果丽 还真 就这样 两人一路走一路逛 期间 小凡给庞伯买了一台 顶配版的外星人 笔记本电脑 就当小凡两人 准备去下一家的时候 身后忽然有人 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江小凡 太巧了 没想到能在这碰到 是啊 挺巧的 这些东西都是你买的吗 你怎么买这么多 徐微直直 小凡身上的手提袋 语气有些几分激动 没什么 正好入秋了 买点衣服备着 哼 打肿脸来冲胖子 小凡笑了下 没有过多解释什么 拉起陈婉宁的小手 转身叫走 来别走啊 正好我们也逛完了 要不一起坐车回去 听到这话 林默的脸色更难看了 不用 你们逛完了 我们还没逛完呢 说完就拉着陈婉宁离开了 小凡 刚才那个男生 色眯眯的看着我 没事的 有我在呢 要是下次他再这样看你 我们一起揍他好不好 哈哈 好呀好呀 既然打消土豆的主意 磁器生意是吧 如果不知进退 我不介意 让林家破产 还别说 你看人的眼光 有时候倒挺准的 那当然了 我可是学过微表情的 看人最准了 他们眼睛里 都是不好的东西 那你看我眼睛里有什么 你眼里全是木头 我又不是光头墙 另一边 苏又雪魂不守舍的 回到宿舍 又雪 你看到小凡手上的 爱马仕女款腰带了吗 那可是秋冬新款 一条就要五千多 还有那双小羊皮红底鞋 起码七八千 对了 还有那台外星人 笔记本电脑 看标签似乎还是顶配 但要三万多呢 微微 这些你都已经讲一路了 啊 有吗 又雪 你说小凡是不是发了 否则怎么一下子 埋得起这么多东西 你知道吗 就他刚才手上拎的那些 少说小二十万 这么多 当然了 我家就是做奢侈品代购的 我还能骗你不成 一听到这话 苏又雪心里 瞬间不是滋味了 凭什么呀 他凭什么对别的女生这么好 明明我俩才是青梅竹马 你凭什么对别人比对我好 一想到这些 苏又雪就感觉酸酸的 嘴上却不甘示弱 谁知道他哪来的钱 没准还是花的女人的钱 你是说 陈婉宁的 不可能 我早就打听过了 陈婉宁家里是扩处不假 但他好像早就被家里 断了经济来源 说着 徐薇忽然想到什么 立刻掏出手机忙活起来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怎么了 葳葳 你看 愤怒的小鸡 在官方平台上显示的运营地 之前是在精灵 现在已经改成月审花多了 这又说明什么 你记不记得 前两天专业课小凡请假没去 听班长说他是有事请假了 你是说 他那两天是去卖这款游戏去了 Bingo 答对了 这就说得通了 他一定把游戏卖掉了 才有钱买这么多东西 而且看他的样子 肯定卖了不少 文言 苏又学感觉心里更酸了 凭什么 到底凭什么 他凭什么赚了钱给别人花 却不给我花 明明是我先来的 苏又学此时的心情 前所未有的复杂 一场秋雨一场晚 精灵秋天的雨 总有一种肾进皮肤的凉 现在该怎么办 宿舍都关门了 天知道会突然下雨 现在要么去网吧包也嗨一宿 要么去学校旁边的 汉庭酒店睡一宿 那就去汉庭吧 不过一定开两间房 当然要两间房了 我可是新时代 守身如玉的三号青年 我就静静看你表演 啊 那个还有什么呢 靠 又是个半夜来拱白菜的 还是颗水灵灵的小白菜 你好 需要定房吗 两间靠窗连排的大床房 好的 大床房 确定要两间 兄弟 你这暗示的太明显了吧 两间有吗 有 还是没有啊 这个必须得有啊 好的 两间靠着的大床房 一共三百九十 身份证出示一下 很快两人半离好入住 一进房间 小凡就给庞博打了电话 儿咋 睡了没 还没呢 咋 想跌了 明天有时间来一趟汉庭 有事找你 那就上午吧 OK 另外大半夜的少看点老师 不然年纪轻轻 就腰酸背痛 我 我没有 我去 我真的没有看案 怎么了 庞博 刚才为什么突然不回我了 哥们刚才找我有点事 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就知道 你不会突然不理我的 那 我生日你准备送什么礼物给我呀 这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刚刚看好了一件 姑吃秋季新款的娜娜卫衣 你帮我看看哪个颜色好 尼玛 一万三 这不得吃几个月泡面 为了刚解锁的新姿势 豁出去了 我觉得卡其色最好看 放心吧 你一定会冤枉成真的 恩恩 那晚安哟 另一边 小凡回想着 前几天雷不思送的小礼物 算算日子 这只零九年的传奇妖鼓 应该快发威了吧 明天去看看 一日 一大早 庞博就来敲门了 儿子 给你爹开门 我就在门口 我擦 你小子昨晚弄了几字 两个眼圈黑成这样 小朋友 社会上的事少打听 诺 送你的 靠 外星人 还是顶佩的 衣服 衣服 乖孩儿 你看什么呢 凡哥 说实话你是不是的绝症了 有什么情况你就跟我说吧 我有心理准备了 我身体好的很 里面还有五万 是给你的报酬 这这也太多了吧 不行 我不能要 我爸知道了回答我的 老庞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婆婆妈妈了 给你你就拿着 我还有呢 真的 绝对保证 可 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不会是找了钢丝求夫婆吧 你思想能不能纯洁点 我把愤怒的小鸡卖给了梅丽 卖了三百多万 靠 三百多万 你别说话 我想精进 十八岁的百万富翁 还是一个月内白手起家的那种 这是要是流传出去 恐怕我们学校的女生们要飞腾了 哈哈 我忽然有点期待 如果苏优雪知道 你一个月挣了三百万 那表情一定很精彩吧 那我就收下了 哥们吃肉我喝汤 这很合理 还没完呢 老庞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一个新的过的人去做 如果成了 我保你下半辈子 天天会做老师 什么事情这么认真 老庞 你知道狗头币吗 狗头币 嗯 就是一种虚拟货币 今年年初才刚出来 樊哥 这什么虚拟货币真的能赚钱吗 听着也太不靠谱了吧 没事 你就帮我去币圈市场上 收过狗头币 有多少收多少 这二十万你先拿着 钱不够了 再跟我说 无论收多少没 我都烦你百分之十算做辛苦费 我才不稀罕呢 这破碗衣都给你了 我这就去给你收狗头币区 不过小凡 已经打定主意 无论怎么样 都要让庞博 收下那百分之十的辛苦费 毕竟上辈子 庞博是他唯一一个 有事说上就上的朋友 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那个 你那个可以让我幸福吧 你小子 不学好啊 庞博走后 小凡去了最近的证券营业部 你好 小姐姐 帮我缩哈高纯瓷器 四百五十万 谢谢 帅哥 这么豪横的吗 全部缩哈 呃 索哈 请等一下 帅哥 请问有什么事吗 有时间聊一下吗 不好意思 我在金陵有瓷器生意 看你重仓高纯瓷器 所以冒昧的想找你聊两句 啊 好吧 就在这聊吗 哈哈 去我车上 那个 我 我是荣光集团总裁 列友荣 小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啊 所以 你找我是想要聊什么呀 我还要回学校呢 先不着急 你知道我名字了 我还不知道你的呢 啊 我叫江小凡 金陵大学 大义新生 哈哈 现在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要重仓高纯瓷器了吗 感觉不错 就买了呗 小弟弟 四百五十万 你随便说哈 你不讲实话哦 姐姐这块百达斐力 Nautilus 大概三十万左右 买你的消息怎么样 什么消息啊 别紧张 小凡 小凡弟弟 前两天有熟人告诉我 高纯瓷器这周内有大动作 所以 原来如此 他是把我当成知道内幕的消息贩子了 对对对 这周高纯瓷器会进行资产重组 原来如此 等消息曝光后 高纯瓷器的股价估计会大涨一波 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那个 你那个可以让我吸引吗 你小子 不学好啊 我是说 你前面的娃哈哈 你别想歪了 哈哈 给你的娃哈哈 我送你回学校吧 好啊好啊 又可以省二十几块 多买几瓶了 这么扣的吗 随便缩哈四百多万 还在乎二十块车费 这叫骑单车逛第八 该省省该画画 哈哈 你真的逗笑我了 这人说话 比那些二代有趣多了 小凡弟弟 到你的学校了 哦 好的 谢了哈 这样吧 我也不白放你的车费 别做瓷器了 以后改行多次专吧 为什么呀 哼 有趣 小学校 正好是下课时分 除了苏又雪 还有许多刚下课的同班同学 都远远看到了 小凡从劳斯莱斯上下来 小凡 他 果然还是放不下我的吗 我一叫他就来了 他心里肯定还是有我的 我就知道 他之前一直在跟我置气 这么多年的感情 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 小凡 原来他不是跑向我 他不是来向我解释的 他真的不要我了 婉宁 我刚给你买的瓦嘎嘎 哼 请开始你的狡辩吧 那个 那个只是顺度送我一程 你以后不许坐别的女人的车 我会不开心的 好 那我买车自己开 以后付价就留给你 真的 比真果厉还真 走一起吃饭去 不远处 苏又雪看着渐行渐远的两人 心中忽然涌现前所未有的失落感 失魂落魄的一个人回到宿舍 就在这时 又雪啊 你必须给你爸爸出这口气 真是太不像话了 你爸这个月就差一笔订单 就能停优了 江定波正好有一笔大客户单子 我让他让给你爸 他竟然不肯 这么点小事都不答应 还想让我女儿嫁给他儿子 小雪啊 爸公司这两个月闹裁员 你弟刚上私立高中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你去给小凡说说 他那么听你的话 只要你开口 他一定会去跟他爸说的 听到这儿 苏又雪再也绷不住了 又雪啊 到底怎么了 哭哭哭 就知道哭 有什么事情 你倒是和爸爸妈妈讲啊 妈小凡他不要我了 啊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 小凡一款游戏 可能卖了上百万 他还从劳斯莱斯上下来 当着你的面去哄别的女孩 他给别的女生 大手大脚的花钱 却什么都不给你买 智智太不像话了 我说呢 难怪江定波那老小子 敢这么跟我说话 还敢不给我面子 原来适当小子的印象 找到下家了呗 这不就是那什么 屎乱中气吗 我们家又雪这么好 他凭什么不追又雪了 一时间 小凡全家都成了他俩 口诛笔伐的对象 又雪呀 先不要气恼 你要不先去哄哄小凡 等把他哄回来了 再像以前一样指挥他 你别看他现在神气 回头我就找个小本子 给他系上 以后彩礼必须再加五十万 正好给你弟弟贴一辆车 我觉得你妈说的有道理 你俩青梅竹马这么多年 哪是别人能比的 女追男阁层杀 只要你回头 他肯定会回来的 听到这些 苏又雪直接挂掉电话 埋头哭起来 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把小凡追回来 另一边 小凡刚回到宿舍 一进门就听到了熟悉的音乐 顿时让人热血飞扬 靠 这么早你俩起一张床上干嘛呢 衣服快来 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好家伙 大晚上的 你们哥这 研究人体同程学 三人顿时眉开眼笑 一时间 宿舍里的气氛热火朝天 与此同时 另一边 苏又雪早已在男生宿舍楼下等候多时 手上拎着两包热乎乎的糖炒栗子 苏又雪 你怎么到男生宿舍来了 李明 那个 你能帮我叫一下小凡吗 他电话打不通 发消息也没人回 小凡啊 他们宿舍好像已经熄灯了 你帮我叫一下他吧 就说他不下来 我今晚就不走了 好吧 我帮你喊 但来不来是他的事 十分钟后 小凡的身影出现在宿舍楼门口 小凡 我在这 你最喜欢吃的酸鸡糖炒栗子 我刚刚去买的 有什么事情吗 就是 就是学校有三行情事大赛 咱们班还缺人 你要去参加吗 不感兴趣 你找别人吧 没事 我就回宿舍了 等一下 小凡 我听最近有谣言说 你在追土木系的陈婉宁 这是不是真的 我澄清一下 这不是谣言 小凡 你 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说过要喜欢我一辈子 这算什么 算什么 算我倒霉呗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讨厌我 连和我多说两句话都不愿意吗 要不是上辈子血淋淋的教训立立在目 我差点就信了 就这样吧 我先上去了 这都是你自找的 第二天 小凡没课 于是就陪着小土豆来蹭土木系的课 小凡 快来帮我想想 学校的三行情诗 我想了半天就写了这么一首 来来来 让我瞅瞅宁姐的大作 小红说她放假就欢乐鼓玩 但我不羡慕 因为小凡会带我去 不许笑我 我知道写得不好 不 写得很好 只是需要有人帮你稍微润色润色 随后 小凡在旁边写道 月下有两个影子 一个是我的 另一个也是我的 我还要 就这样 小凡被陈婉宁一句一句 我还要 掏空了脑汁 时间过得飞快 一晃就到中午了 婉宁 我下午有课 只能明天再陪你去蹭课了 嗯 小凡 我晚上有个同乡会 可能会很晚 没事 要是回来晚了 你就给我打电话 咱们去汉庭 好 很快就到了晚上 小凡一连发几条信息 也没得到回复 心渐渐沉了下来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个坐机打过来的 你好 请问是江小凡吗 这里是普罗区寻补 嘿 有听声没低交的野丫头 把我家默默打成猪头了 这得多狠的心了 明明是他先动手动脚的 说的什么屁话 我家默默什么身份 会对你动手动脚 我看是没看好价钱吧 你胡说 你冤枉人 皮子就是皮子 经济危机来了也跪不了 真不知道什么样的爹妈 会养出这样的女儿 我爸随便骂 不许说我妈 小凡 没事 不怕 哟 这是有人来了 腰杆子直了 剑打几去弹 你你说谁呢 老娘撕烂你的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太抽象了 一时没忍住 叔叔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一窝没素质的下层人 哎 你自己看吧 小孩子之间打得闹闹 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叔叔我儿子鼻子都肿了 脑袋肯定也脑震荡了吧 这位女士 车载录向的声音很清晰 使你儿子先手脚步干净 嘿 你这叫什么话 我儿子受伤了 我们才是弱势 我们才是受害者 你这叔叔怎么当的 别扯那么多 直接说公疗还是私疗 说说吧 私疗怎样 公疗又怎样 公疗各自找律师 私疗五十万 晚宁 私疗吧 好 那就私疗 很快 在叔叔的见证下 双方签了和解书 以及赔偿协议 然后小凡默默 签着小土豆离开了